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泰国青来 我现在正在这里短暂度假 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谈谈这个频道 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里的增长 我收到了一些反馈 这让我思考如何在公开场合讨论国际关系 包括在线分享什么和不分享什么 这引发了我对任何政治思想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如果我错了呢 如果我对世界的理解与现实大相径庭呢 任何关注这个频道的人都知道 我相信乌克兰战争发生是有其原因的 我不赞成这场战争 也不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俄罗斯应该入侵 然而我确实认为 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说 这场战争是可以解释的 很多人如果不是预测它 至少警告说这可能会发生 然后随着北约试图让乌克兰成为成员国 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 战争爆发了 俄罗斯入侵 这是一个清晰且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不认为这样说是一种误解 也不认为这是我成为普京的傀儡 但如果我错了呢 如果情况不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呢 如果普京某天早上 突然因为他是邪恶的 而有了入侵乌克兰的非理性想法呢 如果他实际上是希特勒的再来 而我完全误解了情况 而自由派或新保守主义者是对的 我们实际上必须对抗邪恶呢 我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你知道 当谈到政治思想时 最根本的问题是 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析 根据我们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信仰 我们都是理性的存在 然而 我们被迫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无法逃离自我 那么 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通过向你们广播 我的世界观和我的想法 至少有责任 检查如何继续进行这种 公共的世界事物分析 对吧 我也想在最近收到的一些批评的背景下 谈谈这个问题 其中一项批评来自一位瑞士历史学家 顺便说一下 是一位我非常钦佩地杰出历史学家 因为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及瑞士中立等事件的分析 他对我非常生气 对我的几个视频非常非常不满 这包括关于塔克卡尔森采访的那个 但也包括我在瑞士参与的 关于瑞士中立的几个倡议 他的世界观与我大相径庭 他说我所做的是支持俄罗斯的侵略 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虽然这种批评并没有让我太难过 因为他只是与一种非常不同的分析类型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不同信仰有关 我们真的在这场战争 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 比如谁是主要责任方 以及应该如何反应 我可以接受这个观点 然而 我从几位朋友那里收到了第二个批评 他们告诉我 我在几个视频中越界了 特别是关于纳瓦尔尼的那个视频 这个视频似乎最让我的朋友们感到恼火 他们说 不管我如何分析乌克兰战争 都不应该轻视纳瓦尔尼先生的悲惨死亡 或者将其与西方的政治犯 或者与刚萨洛·利拉的死亡相提并论 他们认为 这样做等同于为纳瓦尔尼先生的死亡辩护 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确实谴责纳瓦尔尼先生在监狱中的死亡 没有人 尤其是没有政治意见者 应该在监狱中死去 死因仍然未知 我们只知道 正如我在那个视频中提到的 西方对此大惊小怪 但我的朋友告诉我 我的分析过于偏向普京先生和俄罗斯 他们认为 将纳瓦尼先生的情况与朱利安·阿桑奇的情况相比较是错误的 显然 他们认为阿桑奇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入狱 因此 两种情况不应该被等同开 这让我感到惊讶 我不同意那种种批评 然而 当你被一些最亲密的朋友批评时 这是一个暂停 并反思自己行为的时刻 因为你可能是错的 而这里的你 我指的是我自己 那么 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 老实说 我不知道 或许答案是尽可能地对自己的局限性 和自己能知道的事情 保持知识上的诚实 我无法确切知道阿列克谢·纳瓦尼发生了什么 我不能确定将纳瓦尼的情况 与朱利安·阿桑奇的情况进行比较 是否公平 我所能做的 就是与你们公开思考 这个问题 分享我的观点 并尝试解释我的推理 其余的就交给你们 观众了 一个关键点是 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 每个人都会犯错 这包括我 你 弗拉基米尔普京 乔·拜登 和习近平 问题在于 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错误 以及在一个充满宣传 和试图影响我们信仰的人的环境中 我们如何形成正确的判断 在我看来 Kanty a Gerti 你必须自己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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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何形成的限制 文章的深度有限 采访的问题也有限 我们只能得到零碎的信息 大问题是 我从哪个来源获得的信息 是否有偏见 以及偏见的程度如何 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偏见 我不相信新闻媒体 包括CNN 会故意撒谎 然而 他们可能会因为相信某些半真半假的信息 而呈现出来 真正的危险在于那些分享 他们认为是真实的信息的人 这些信息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 不幸的是 许多新闻媒体对他们的错误 勿采取一种漫不惊心的态度 好像在说 嗯 就这样吧 然后 你从一个问题 跳到另一个问题 不断地移动 没有时间去反思或重新审视 几周前你持有的信念 尽管 尤其是在YouTube上的人们 试图指出不一致之处 比如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的战争 以及关于俄罗斯们的错误信息 新闻媒体很少承认任何错误 不知不觉中 你已经专注于下一个大事件 比如2024年的总同选局 陷入分裂的政治之中 你被要求形成观点 如果这些观点不符合某些观点 你可能会被贴上阴谋论者 或普京的辩护者等标签 前进的唯一方式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定决心 决定我们想要相信什么 以及我们想要如何理解这一切 在某个时刻 我们还必须选择忽略哪些信息 哪些主张不予相信 有效地讲 这是我们作为这些社会的思考性公民 必须做的工作 对吧 在美国 欧洲 日本 泰国 我们都需要从不同的来源 收集信息片段 然后自己判断什么对我们有意义 对吧 我们必须做这种分析工作 通过这个频道 以及我提供的分析和访谈 我所尝试做的 就是提供更多的视角 并用我的观点来增加一些趣味 这是因 为我相信我是对的 即使我可能是错的 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你要知道我告诉你的可能是错的 不是因为我故意对你说谎 而是因为我可能搞错了事情 你必须始终记住这一点 当你观看任何内容时 记住那个人可能是错的 所以你可能不应该完全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 所以 关键是要有批判性思维 除了错误之外 最大的危险是 那些没人能告诉你的事情 和你不知道的事情 有一个你可以制作的矩阵 一个R层R的 关于你知道的事情和你不知道的事情 然后是你知道你知道的事情 和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 最危险的事情 或者说最危险的盲点 总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 你可能知道你不懂粒子物理学 我的意思是 除了粒子物理学家之外 我非常钦佩他们 但除了粒子物理学家之外 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我们不懂粒子物理学 这是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但然后有盲点 那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一旦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他们就会改变我们对历史事件或正 自行动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历史 和政治活动的细节 以便将它们纳入我们对世界事物的分析中 例如 我认为很多关于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的叙述 忽略了从2010年年到2022年之间发生的一切 从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到2022年 甚至在战争前的八年里 当冲突在2014年后已经在顿巴斯发生时 很多人分析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帝国主义者 他想要重建苏联 这种分析忽略了在这八年里 俄罗斯的整个政治策略 是通过明斯克协议和明斯克进程 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但这并没有成功 然后事情发生了 到今天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22年2月的想法 是迅速入侵乌克兰 他的目标是驱使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走上谈判桌 谈判一项关于乌克兰中立的协议 这个计划几乎成功了 但最终失败了 到了三月底 鲍里斯·约翰逊的介入变得显著 这表明俄罗斯方面有重大的误 判 战争随后转变为我们在过去两年里 一直目睹的血腥可怕的战壕站 然而 这种分析可能不完全准确 我不是说它是错误的 但许多反驳意见 往往忽略了2022年之前发生的事件 这与加萨地带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情况 很多情况取决于忘记了10月7日之前的历史 无论是75年还Hi,是100年 我想说的是 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人 不是说人们不诚实 但他们可能会犯错 做你自己的分析 听听那些你认为诚实 且有洞察力的人的意见 然而 记住 每个人都可能会错 在100年后 历史书可能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 描述这些事情 与我们今天的经历大相径庭 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对这个频道 才会 放的支持 以及一直以来的陪伴 我们下次见 再见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Bye